这个视频接着来研究大名鼎鼎的反比例函数 它是中考中的一类经典题型 掌握了它的求解方法 你就解锁了中考中值五分的技能 比如这道贵州省的中考题 如同所示 已知这个反比例函数的图像 与这个矩形的两边相较于点E和F 其中点E是AB的终点 三角形BEF的面积等于2 求反比例函数的K值 还记得吗 接这种直到三角形的面积 要求K值的问题 通常要用到K的几何意义 但这种几何变换很难想 徒儿莫慌 为师教你只用坐标计算就能解决 因为点E是AB的终点 如果说一点的横坐标为A 那点B的横坐标就是2A 而点E在双曲线上 代入解析式可以求出中坐标 因为AB边平行于X轴 所以这也是点B的终坐标 同样的 因为BF边平行于Y轴 所以点B的横坐标也就是点F的横坐标 并且点F也在双曲线上 那就可以求出它的终坐标 因此B边的长就等于右边的点B 减去左边的点E等于A 同样的 这里的边BF长就应该等于上面的点B 减去下面的点F等于2A分之K 因此这个三角形的面积2就等于底边长乘以高的长再除以2 把这里射的A约掉 可以求出K等于8 中考5分就到手了 棒棒打 最后来总结一下 在与反比例函数有关的题目中 遇到已知面积反球参数K 如果K的几何E不好使了 那就先设一个点的坐标 再利用长度的比例和线段互相平行的几何关系 表示出其他点的坐标 最后得到面积2的代数表达式 这时候只要解方程就可以了 托儿们学习了新本领 还不速速操练起来